今年年终一头领航金吞下80多个塑胶袋 命丧泰国南部的新闻让人震撼 然而类似悲剧再次重演 印尼国家公园官员20号表示 他们在园区内发现一头死亡的某箱金 它的胃里竟藏着将近6公斤的塑胶垃圾 也再次凸显海洋塑胶垃圾 对生态环境和动物带来的严重冲击 发现这头某箱金遗体的地点 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的瓦卡托比海上国家公园 这头长达9.5公尺的某箱金沉湿水里 腐坏情况严重 因此无法判定死因是否就是塑胶垃圾 然而这头某箱金就算告别了这个世界 仍要对人类做出无言的控诉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印尼分会公布的消息 国家公园官员在他的位里 一共发现115个塑胶杯 4个塑胶瓶 25个塑胶袋 两指人字拖鞋 以及上千块的塑胶碎片 而体内装着这些 近重达5.9公斤左右 塑胶垃圾的某箱金 就在大海里载幅载成 其实不单单是印尼 海洋塑胶垃圾 在多个亚洲国家都是严重问题 根据海洋保育协会 和麦肯锡企业 即环境中心2015年的报告 春秋有高达60%的海洋塑胶垃圾 是来自中国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和泰国 等5个国家 联合国去年底也指出 每年共有1000万吨的塑胶垃圾 流入海洋 而我们如果再不做到垃圾减量 10年内进入全球海洋的塑胶制品 恐怕将增加3倍 印尼先前曾经保证 每年将花费10亿美元 来减少海洋塑胶垃圾 期望在2025年以前达到减量7成 但减缩不能只靠单一国家 为了遏制塑胶污染对全球的危害 联合国于今年6月的世界环境日 便以打败塑料污染为号召 呼吁人们如果不能重复使用塑胶 干脆不要用塑胶 如何让海洋动物悲歌不再上演 人人都有责任 杨广平杨昭雁报导